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千学 第九百二十七集 好 我去 大少爷 我与你一同去 南门超汉手 转身离开 侍卫转身 跟上南门超的脚步 小樱桃 留下来帮忙 赵玉生 你也去看看 凤九儿将插在蔡将军身上的银针 一根一根拔下来 赵玉生点点头 站了起来 没有人能够了解南门超的心情 千辛万苦带回来的降冰 一转眼 只剩下一人 小樱桃来到了蔡将军身旁 蹲了下来 帮忙救治 九儿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是南门超下的毒 可能性不大 凤九儿摇里摇头 不大 那也并非完全没有 不是吗 小樱桃和凤九儿 一左一右 给蔡将军推拿穴道 在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有嫌疑的人 又何止南门超一个 凤九儿的声音继续响起 可不管怎么说 是我们收复了鸭木城 谁也不知道南门超 是不是诚心降服啊 小樱桃抿了抿唇 若他对我们还心存怨恨 当然也希望我们和太子 快点打起来了 凤九儿拿起药水 将银针放进去之后 继续在蔡将军的胸脯上推拿 以暂时的情况来看 太子要是真的攻进来 鸭木城的士兵 他也不可能放过他 如果说南门超是太子的人 这种说法也说不过去 你忘记太子 给我们时日的时间了吗 要是真的要开战 与太子的性格 他索性就不会回信 小樱桃脸了脸神 安静下来 用力推拿 在两人推拿的过程中 蔡将军又吐了几次血 看着掩掩一息之人 小樱桃浅叹了一口气 九儿再吐血 怕是救不活了 没办法 中毒时间太长了 话语刚落 凤九儿继续失真 失真之时 小樱桃帮不上忙 只能坐在一旁等候 他冥思了一会儿 抬眸看着凤九儿 说道 九儿 你觉得会不会是凤青音呢 他恨不得太子 立即出兵攻打我们 我觉得他最可疑 可疑归可疑 一切都要看证据说话 凤九儿也叹了口气 现在恐怕我们连调查的时间都没有了 去准备一下 带他回去再说 时间紧迫 此地不宜久留 嗯 小樱桃站起来 举步走了出去 凤九儿再次将蔡将军扶起 手掌贴在他的背门上 凤 凤将军 蔡将军突然沙哑的声音响起 凤九儿月眉一皱 一道真气沿着掌心推送到他身上 不想死 别说话 凤九儿闭上双眸 沉声提醒 别浪费你的真气了 我自己的情况 我自己知道 蔡将军气息很弱 没吐出一个字 人就虚弱半分 凤九儿却没有理会 继续给他运着弓 我身为医者 不会随便放弃一个人 不想浪费我的真气 你最好闭嘴 蔡将军深吸了一口气 脑袋一歪 彻底晕死过去 战玉衡的战营中 战玉衡和凤青音 正在帐中用膳 帐篷的帐子没关上 清云像一贯那般 直接迈步走了进去 太子殿下 他抬眸看了一眼 拱手道 清云 你就不能让太子哥哥 好好吃一顿吗 连这种时候 都要进来打搅吗 凤青音 白了清云一眼 再给战玉衡 夹了一块肉 说 战玉衡摆了摆手道 太子殿下 清云再次拱手 探子来报 敌军手中一千响兵 全军覆没 光的一声 凤青音手中的汤手 掉在桌面上 怎么会 不是说 有十日的时间吗 我军一千士兵 说没便没了 清云 此消息可靠吗 回贵妃娘娘 消息可靠 清云 抬眸看了凤青音一眼 汤手道 斜腻了身旁的身旁之人一眼 凤青音握了握拳 捂着唇 太子哥哥 怎么会这样 你不是说 会给九二十天的时间吗 你怎么可以置我们的兄弟于不顾啊 太子哥哥 一千士兵 他们 话还没说完 话还没说完 凤青音便抽叶起来 我知道 你是为了我们的孩儿 可我没想到 你会放弃我们的士兵 他们为了我国百姓安危 不惜跑在最前面 我们这一番 太不人道了 太子哥哥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做 要不然 我一定会阻止的 清云 看了神色低沉的战玉衡一眼 视线 却落到哭哭啼啼之人身上 黑贵妃娘娘 太子殿下 确实说 以休战时日来换取一千降兵的性命 信件是我送出去的 深吸了一口气 清云的视线 回到战玉衡身上 太子殿下 信件在您下命令的时候 我便已经送出去了 离现在都有四个时辰了 要是鸟儿没问题 对方应该能收到 那九儿回信了吗 难道 他是不满意时间吗 他若是不满意 不是可以和太子哥哥谈的吗 根本不需要套下杀手啊 清云点点头 拱了拱手 回贵妃娘娘 臣确实没有收到对方回信 那他们 是如何丧命的呢 一直没作声的战玉衡 极其低沉的声音响起 他紧捏着手中的杯子 目光阴沉得很 回太子殿下 探索回报 士兵都是中毒身亡 咔嚓 战玉衡手中的杯子 直接被他碾碎 太子哥哥 看着战玉衡指负冒出的鲜血 凤青音立即掏出杀金 握上了他的掌 凤青音激动地站了起来 紧紧握着战玉衡受伤的手指 准备作战 战玉衡站起 从凤青音手中抽回掌 凤青音被甩了一下 差点没站稳 他扶住桌子 才勉强稳住了脚步 太子哥哥 看着离开的男子 他眼泪都快滑下来了 可战玉衡并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往外走去 清云不敢怠慢 在战玉衡经过自己身旁之时 立即转身跟上 太子殿下 这件事情不需要彻查吗 你觉得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战玉衡大步走出帐篷 只留下低沉的一句话 看着空空荡荡的帐篷 凤青音半眯着眸 嘴角扬起带着杀气的笑意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